苏雅 这个是你的 好 谢谢 然后这个帮我给安娜吧 还是你给她吧 你瞒着我去找徐秋莹吧 你有毛病啊你 绝安娜 你听我解释 你弄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跟我解释 我现在最不想听的就是解释了 是相信我眼睛看见的 别等我什么都不想听 哥呀 我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你跟她居然一起来骗我 我没有骗你 我是想帮你啊 你帮我 你们这样理应外合 算什么帮我 她给你什么好处了是吗 你这两天是怎么了 跟丢了魂似的 没有啊 什么没有 你自己写完的稿子 你自己不看吗 前言不搭后语的 我跟你说的话白说了 哪儿不合适 我再改 什么改 全部给我重写 我们的风格不能变 得按照原来的套路写 你知道吗 全部重写来得及吗 什么来不及 来不及你就给我 二十四小时加班 谁让你胡写的 老弟怎么回事啊 老弟怎么回事啊 一言难尽啊 她知道小说是你写的了 没有啊 小说又不是我写的 少给我下套 她到底怎么了 林志军 林志军 林志军的妹妹徐秋言来找我 她说林志军特别想念安娜 想听听安娜的声音 我就答应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拨通了林志军的电话 看着免提 假装跟安娜聊天 好让林志军可以在电话里面 听到安娜的声音 结果安娜她发现了 生气了 哥雅 我是怎么叮嘱你的 我知道 在她面前 不要提林志军了 那你还提 我没提啊 开着免提 这么傻的事 估计只有你哥雅能干得出来 我知道我干了一件 特别特别傻的事 你别说我了 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想什么办法 你为什么要帮许秋言啊 因为我想毕竟 曾经我们跟林志军也是朋友啊 什么朋友 我跟你说 自从她让她死了以后 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可是 可是什么啊 哥呀 你要是再这样 谁都帮不了你 我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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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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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之前你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 你听到阿娜跟格雅的通话了是不是 多多和格雅都跟我说了 阿娜 她没有爱上别人 她现在 她在一起 我 我 我 潘教授 智勋突然昏迷了 之前已经过去几天了 都不见口 这是怎么回事 会长 这样的治疗方法 还没有通过临床 是你们非要进行的 而且少爷呢 又增加了药量 什么结果都不是意外 对不起 这样的结果我没法控制 我们还是停止治疗吧 再努力坚持几天吧 我尽力吧 其中的风险 你们也都了解 拜托了 我们一起去过去 我们一起去做 我们走 我们去做 一切 我们去做 我们在做 我们去做 这样的事 我们去做